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物质结构的言求 这个不是今生 但是通过这个结构 我们可以看到 可以去感受外在的光 外在的世界 感受到了以后 我们心里有一个 外面的世界是一个这样子的 比如说它的新装 它的颜色 它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心里很清楚地感受到的 这一部分叫做淹饰 它是属于精神的 不属于物质的 物质是没有感受的 这朵花它没有办法去感受 这瓶水感受不了的 所有的感受 感受就是精神的特性 精神的舒心就是感受 它可以感受别的东西 物质相互之间感受不到的 精神去感受这些东西 所以眼睛去感受光 感受的部分叫做 佛教里面就叫做淹饰 这个就是不是物质 不是这个 盐秋的这个结构 而是通过这个结构 感受到了外在的东西 这部分叫做 这部分叫做淹饰 然后二世也是这样子 通过我们的 阿尔摩的真东 然后就感受到了 外在的这个神波 但是这个神波 它自己不是精神 它是物质 它就是一种波 空气里面穿过来的一种波 然后耳末的震动 也就是一种物质的运动 这也不是精神 但是通过这个空气里面 穿过来的这个 这叫做压力波 空气的一种压力 压力波 穿到我们的耳朵 耳朵 然后震动了以后呢 震动了以后 然后我们的精神 就可以感受到 原来是一个好听的声音 或者是不好听的声音 打的小的等等 有一个感受 这叫做二世 这个如果没有这个耳朵 是没有这种感受的 没有眼睛 或者是眼睛的结构 出了问题 是感受不到的 所以这些感受的部分 都叫做掩饰 这些都是属于精神的 不属于物质的 言而必色神 就是这五个 再加上乙 乙是什么 乙就是我们的 现在可以去思考 推理 判断 分析的 这个有这种功能的 这个思维 这个我们大家 所有人都知道的 就是意识 人的意识 或者人的思想 人的精神 多数就是大家都觉得 这个叫做精神 这是第六 第七 第七是什么呢 第七是 随时随地 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 有一种念头 有一种思想 有一种观点 他永远都在陪伴着我们 除了他以外 其他的基本上 没有一种念头 是时时刻刻都存在的 时时刻刻都 不消失的一个 这样子的念头 除了他以外 没有的 那他是什么 是我们 对我们的执着 比如说 我 比如说 我们平时说 我要去上班 我要吃饭 我要赚钱 我省兵了 我要看兵 我要过幸福的日子 我要 包括我要解脱 这些所有的 所有的 动词的 前面 就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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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呆词 这个是我 我的代表 我自己的 这个意思 这种 这种念头呢 这个是非常稳定的 它永远都存在的 包括我们做梦的时候 都有的 它存在 所以佛教把这个分开来讲 因为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 佛教想把它消灭 所以把它分开出来了 这个 有成千上万的 这个 年头里面呢 把它分开出来了 让大家了解 它才是 真正的 我们 害我们的 这个东西 就是它 根源就是它 这个 所有的火 就是它热的 就是必须要了解 这个 所以把它分开出来了 所以这叫做 这叫做 我执 佛教里面 用摩纳式 摩纳式是梵文 梵文我们就可以不用 我们用 用汉语讲 这叫我执 我执 对我的执着 对我自己的执着 这是第七了 然后 第八 第八 第八就是这个 佛教里面 这叫做 阿赖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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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 这三个字 也是这个 梵文的 梵文的名词 那翻译了以后呢 翻译了这个 中文以后 这个叫做 藏识 藏识 像这个唐 玄庄法师 他们的翻译 就是藏识 藏识 就是 收藏的藏 收藏的藏 识 就是识别的识 掩耳必识生的识 也就是识别的识 藏识 为什么叫藏识 这是我们的人的 过去 未来 现在 我们 尤其是我们过去 所经历的 善 恶 所有的这些 中子 这些能量 全部都储存在 储存在 这个今生里面了 这就是像 电脑的银盘一样 这个就是 我们 如果我们人 是一个 一台电脑的话 那么 阿雷耶识 就是我们的 这个银盘 所有的数据 就在这个里面 所以 它是一种 藏库一样 所有东西 收藏的地方 所以叫做 藏识 一般的心理学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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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讲这个的 一般的西方心理学 都 都 都不讲这个 这个 西方心理学里面 讲的这个 潜意识 什么的 它还不是这个 当然 这是它的一个 作用 是可以这么说 但不是它自己 那这叫做 藏识 特别是它 咱们 都不讲这个 就是